从福建桑明到宁德,从济西村到夏党村, 六年时间里,台邦姑娘张信仪的足迹遍布了福建数个县市一百多个乡村, 秉承用设计点亮乡村把他乡变成故乡,让游人成为家人的理念, 他服务了二十余个村落。 见到张信仪时,他和小伙伴们正在讨论着设计方案。 2014年,张信仪从台湾府人大学景观设计系研究所毕业后, 并跟随台湾文创团队参与福建美丽乡村项目, 负责空间规划设计等相关建设工作。 位于福建省泰宁县济西村的耕独里家, 是张信仪和伙伴们在福建的第一个乡村营造项目。 我觉得泰宁其实它本身,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地方, 本身它自己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脉络, 再来它的地质景观是相对比较精巧的, 然后它也有一个特色在于它是世界地质公园, 那光是这个点我就觉得它有继续让它持续来做的一个价值。 在住村的那段时间里, 张信仪和济西村的村民们一起烧火做饭, 共同生产生活。 在张信仪看来, 这里有好山好水好政策, 有灵感去勾画美丽乡村的未来。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, 我们也融合了当地在做这个事情的经验, 所以有一个流程, 那这个流程也让我们去跟很多的乡村去沟通的时候相对变得, 就互相理解得更容易了, 那这个东西会更容易去推广。 在张信仪团队的努力下, 老旧的村居变成错落有致的民宿。 记者看到, 在耕独里家, 不仅有两岸文创品展示, 乡村图书吧, 还有研学基地, 创客房等, 结合当地绿色生态环境, 台湾相见经验和高效人才, 营造出一方农耕乐园, 一处心灵原乡的田园盛景, 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。 应该说我们这个产业, 它不会有一个地理的限制, 今天我在福建也可以, 在台湾也可以, 那未来它这其他省份当然也可以, 很有可能跟泰国的设计师合作, 缅甸的设计师合作, 因为设计它本身就是为了人去做很多的创造的, 那我们希望不只局限在本身台湾团队这个部分, 未来我们可以做更多新的这种联动。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, 张信仪团队计划打通线下到线上, 紧随大陆全面实现小康的脚步, 将扶贫先扶制落地到乡村里, 通过互联网加为乡村发展赋能。 城乡的融合它更多在于互联网的方式, 所以我们今年会做很多跟线上的一个互动的模式, 包含乡村的数字乡村教育这一块, 那从不同的课程出发, 把线上跟线上的技术也好, 或者是人流也好去做流动。 除了投入乡村规划设计, 张信仪团队还积极给台湾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, 促进两岸青年交流。 目前已有三十几位台湾学生和设计师来到福建筑点工作, 不少台青听到他们分享的经验与心得选择来大陆发展。 在发展美丽乡村、发展民宿、 发展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方面, 我们吸收他们的一些经验。 那么这几年我们很多美丽乡村的打造、 一些的设计、 一些文创产品的包装都是用台湾团队来做的。 像台湾的青年学生也不断地到我们这边来参与试检, 很多也是叫做首来族。 所以接下来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领域, 会有更多的跟台湾的一些交往。 我们也期待着台湾的更多的一些创业青年, 到我们这边来寻找发展空间。